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2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播 我是Cherry 近日来各决对孟晚舟被捕案是否影响到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担忧不断加剧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打破了此前的沉默 公开表示 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利益或帮助美中达成贸易协议 他将干预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的案件 在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中 川普表示 白宫已经与美国司法部以及中国官员就孟晚舟案进行了沟通 任何对美国有利的事他都会做 如果他认为有利于达成最大的中美贸易协议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对美国国家安全是有益的 他肯定将在认为必要时对美国司法部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女儿孟晚舟的案件进行干预 当被问到是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孟晚舟案沟通时 川普说 中国方面还没有给他打电话 他们已经对美国人民发话 但迄今还没有给他打电话 对于川普的此番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 美方非常清楚中方在孟晚舟一案上的立场 任何人士特别是美国政府的领导人或高层人士 如果他们愿意推动这件事朝着解决的正确方向发展 当然值得欢迎 就在同一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反驳中国政府 再次强调美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中的正当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表示 逮捕孟晚舟是基于事实与法律 帕拉迪诺还强调逮捕孟晚舟的正当性 孟晚舟等人在伊朗开展华为业务时存在明显的对金融机构进行诈骗的嫌疑 当地时间12月11日针对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的第三场保释听证会结束 加拿大法官最终允许被拘押近10天的孟晚舟获得保释 然而保释条件极为苛刻 包括1000万加币的担保 有5个或5个以上的担保人 必须佩戴电子监控设备 上交护照 禁止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等等 有分析称 这对于整个事件来说才刚刚开始 从今天起还有两个时间点引人关注 一个是美国提出引渡申请的时间点 另一个就是2月6日 孟晚舟需要再次出庭 首先孟晚舟接下来将面对引渡听证会 引渡听证将决定加拿大是否将梦 引渡到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受审 加拿大法官不会裁定孟晚舟无罪或有罪 他只是判断美国提供的引渡证据是否充分 如果引渡成立 孟晚舟的案件将移交加拿大司法部长办公室审查 司法部长将最终决定是否引渡孟晚舟 如法官判定美国的请求不合理 孟晚舟就会被释放 但如果司法部长决定引渡 孟晚舟有权对引渡决定提出上诉 申请对司法部长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可以一直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 资料显示 加拿大1999年颁布的引渡法 1999年至2014年间 仅有无期引渡请求被驳回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马丁强调 孟晚舟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如果保释 她将留在温哥华证明自己的清白 经向华为公司确认 温哥华时间12号凌晨 被加拿大拘捕的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回到家中 发出了货保释后的第一条朋友圈 孟晚舟写道 我在温哥华已经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我以华为为傲 我以祖国为傲 谢谢每一位关心我的人 配图则是华为的一张广告宣传图 配文为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罗曼罗兰 此前 孟晚舟在缴纳了高额保释金后 乘坐豪华车 返回了温哥华的家中 身着暗红色羽绒外套的孟晚舟 被保安公司Lineskate行政总裁法勒 搂着离开 一行人登上了黑色的休旅车离去 丈夫刘晓松未见同行 从片段可见 脸容憔悴的孟晚舟 在多名外籍男子的簇拥下离开法院 在场警员要求记者不断退后 他们全程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身形较高大的法乐 更一度的紧紧地搂着孟晚舟 防止记者从不同的角度拍照 记者追问孟晚舟如何令其他人相信 不会违反保释令时 她没有回答 其后 一辆休旅车始至孟晚舟登车时 拿着一个胶带 相信是个人物品 媒体曝光了其1000万加元保释金的来源 700万现金来自孟晚舟的丈夫 邻居瑜伽教练5万加元 温哥华移民女士85万加元的房产 前华为员工50万加元的房产 温哥华移房地产经济180万加元的房产 负责孟晚舟保释期间 个人安全公司的CEO的1000加元 另外对此前孟晚舟或保释国内媒体有分析指出 鉴于中国强大的压力 加拿大政府最终妥协 亲北京的多维指出 加拿大政府如果超越干预司法 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国内政治代价 如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局命令司法部 同意孟晚舟的保释 她遭受的抨击可能会更大 认为特鲁多政府出面解决此事 是没有看到加拿大政府对司法影响力有限的现实 再者孟晚舟是否被保取决于加拿大地方法院 加拿大属于联邦制国家 司法部和地方法院之间并不一定是上行下效的关系 孟晚舟事件发生后 虽然加拿大现在面临来自北京的外交和政治压力 但北京难以对加拿大的司法部门形成压力 并且加拿大司法部的命令传递到地方法院 也不一定能起作用 因此加拿大地方法院决定孟晚舟保释 与加拿大政府妥协之间不能划等号 12月11日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美财长努钦 和美国商务代表首席谈判官莱特希泽 举行电话会谈 推进中美新一轮对话谈判至路线图第二步 中国将做出大幅度让步 对此 川普通过推特这次电话会谈发布评论称 对中国展开了数次的对话卓有成效 要关注接下来发布几份重要告示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称 中国最高规划机关和资深政策顾问 正在拟定取代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 调整后计划会淡化中国主宰制造的野心 并对外国企业参与持较开放的态度 川普一直认为 中国制造2025对公平竞争构成威胁 中国制造2025鼓励国家补贴国内企业 并强迫外国伙伴转移技术 如果习近平批准调整后计划 这项计划渴望获得部分外国企业支持 并说服川普政府部分官员 让他们相信北京当局正在推动有意义调整 另外彭博社11日刊文报道称 中国正在考虑降低对美汽车税率至15% 据北京新京报报道 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于2018年12月10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 目前这一案件正在审理中 前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康明凯事11日被拘捕的 许多国际媒体对于他在中国被捕的时间点提出疑问 一天前中国官方警告加拿大政府 如不立即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完全取决于家方 12日早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指出 康明凯现在所属的非政府机构国际危机组织 在中国没有登记 暗示其在中国的活动违反了去年开始实施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国际危机组织随后立刻发表声明 要求立即释放其东北亚问题资深顾问康明凯 据悉 国际危机组织的董事会有两位成员来自中国 一个是财新传媒的创始人和出版人胡舒立 一个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吉思 就在康明凯被拘留的当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我们清楚了解到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 我们现在已与中国当局开展直接交涉 加拿大政府认为该事件非常严重 孟晚舟在加拿大保释聆讯的最后一天 孟晚舟的律师向法庭呈上了三封 由熟人为她做人格担保所写的信函 据透露 这三人均与加拿大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位为孟晚舟撰显担保信的是 中国商人成为资本集团执行董事沙叶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沙叶拥有美国威斯里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 及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学士学位 她活跃于多个投资领域 包括互联网 电子商务 数码娱乐一级教育 沙叶在担保信中指 孟晚舟在其父亲任正非的公司由低做起 在过去25年中都一直保持低调 未有公开过与其父亲的关系 第二封担保信则由孟晚舟的另一位友人包凡所写 资料显示 包凡是华兴资本集团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曾在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任职 并拥有7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验 曾帮助数家领先的跨国企业进行资金募集 银行借贷收购等工作 包凡在信中形容孟晚舟在事业取得杰出成就 同时是一名奉公手法以及简单直接的人 值得让人骄傲 有消息指出 包凡与沙叶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今年9月底 华兴资本在港上市 每股发行定价31.8港元 募集25.29亿港元 而沙叶正是华兴资本投资及合伙人之一 最后一封担保信则由美国马省迪尔菲尔德 初中寄宿学校校长Andrew Chase所撰写 孟晚舟的一个儿子曾在2013年入读该校 Andrew Chase在信中形容 孟晚舟不但照顾孩子人格发展 同时展现温柔 关怀与和善等特质 是一名支持子女的好家长 孟晚舟保释成功 不过其人面临着引渡至美国的可能性 日媒认为若美国坚持逮捕孟晚舟 会引发中国的报复 美国企业会损失惨重 日本时报12日刊载题为 美国能靠住华为 中国能锁住美国的文章认为 若美国坚持逮捕孟晚舟的情况 引发中国报复 美国企业会损失惨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装配的苹果公司 此外还有思科的路由器 戴尔的电脑 福特汽车的线数 都是从中国采购 如果追根溯源 那么连脸书 字母表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所用的服务器 都离不开中国庞大身后的供应链 文章称 尽管中美双方言语上针锋相对 但迄今冷静占据上风 美国人仍能获得他们的苹果手机 而中国人也能购买高通芯片 但在中国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零部件 正在被本土产品所取代 但美国却不能指望取代 中国的劳动力 工厂和供应链 比如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 连富士康在华产能的10%都不到 这还是在规模达到所规划的前提下 从自动化进程缓慢的现实来看 机器人根本弥补不了缺口 许多公司采取中间方案 迁往越南和墨西哥等地 然而这需要时间 且讽刺的是 这还需要美国资金才能加快进度 文章指出 当美国政客们讨论 禁止一些产品出口中国时 他们应该考虑相反的情况可能出现 哪怕中国采取针对美国利益的此类行动 会伤及本国经济 美国或许成功拘押了一名中国公民 但中国左右着美国的大片产业 华为与美国企业联系紧密 从美国高通公司的进口额为18亿美元 从美国英特尔公司的进口额为7亿美元 美国一旦对华为采取与中心通讯同样的制裁 将给美国企业经营带来严重负面的影响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